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一组一气马自达新款阿特兹叠照进去被曝光了出来 此次车辆基本没有覆盖伪装 可以看到新车车外观上延续了海外车型的设计 但其前个三重新款车型的飞翼型杜格式条 变为了密网状的造型 前灯组的造型也有所调整,看上去更加有神 第一部保险缸的设计也有所调整 外部方面新车整体变化不大 尾灯组内部也采用了新造型的光源和前脸胡音 类操面主要在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 仪表盘的造型有所变化 左边的圆盘是指针仪表 右边两个预计为液晶仪表 中控地质区的造型也有所变化 出风口变得更加精致 下面采用了新的白色装饰板 动力方面还要把新款马自达6搭载了 2.53可变气缸发动机和2.0T发动机 而国内的动力尚不得而知 这次预计在年内上市,你会考虑吗 日前,常常官方发布了新款SUVS311的细节图 可以看到的是,新车采用了较为饱满的 前倾的横向经济隔山设计 并且尺寸较大 看起来霸气十足 前大灯组内部带有全新样式的日间行车灯 有效地提升了设计感 同时拥有较高辨识度 上面采用了双腰线的设计 并运用了棱角分明的线条装饰 看上去更具力量感 此外,新车将采用立点花矩阵四尾灯组设计 预计顶量后将有不错的效果 整体方面之前有曝光过叠罩 可以看到新车采用了长安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大尺寸的叠一式隔山配合两侧狭长的灯组 让该车看上去十分立体 侧面采用了贯穿前后侧门的腰线设计 简洁明了 B组和C组采用了黑化处理 一式采用了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尾部方面,其尾灯组露出的细节较小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采用同样流行的观传四尾灯组 动力上据官方表示 该车将搭载与此安CS85COOP相同的蓝机200TGDI发动机 并匹配来自爱信的八速手ZT变速箱 对这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 吉利汽车全新紧凑型电动车G11正式定名为几核A 各方面,新车采用了吉利全新的多维流动生命体设计理念 采用了封闭式的隔山 搭配狭长的灯组,有着较强的设计感 正面来看,新车的充电口被安置在了右侧前轮煤处以及左后轮煤处 微微隆起的轮煤线条以及凸起的腰线造型视觉效果饱满 微部,微弹处采用了类似扁皮化的C字型 并略带有熏黑处理 车身尺寸长和高分别为4736,1804,1503毫米 车距为2700毫米 微紧凑型车 车身颜色上将提供0度白,11度银,18度金,26度蓝和100度红五种车身颜色 类似方面,层次分明充满了未来感 搭载了12.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液晶屏 而在屏幕的下方是一条长达1.6米的氛围灯带 可切换器重色彩和实际亮度 动力方面将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7马力的驱动电机 更使车辆的最高车速达到150公里每小时 在动力电子组方面,该车将提供灵德时代生产的61.9千瓦时 和51.9千瓦时两款高容量3约理电池 其NEDC综合工况驶行里程分别为500公里和410公里 该车将会于4月11日正式上市销售 现在就等价格了 近日2019款哈佛H7 H7L正式上市 最大的变化是统一采用了黑底色的哈佛品牌logo 虽然不再区分红蓝标款 但新款哈佛H7 H7L仍分别延续了 再次哈佛H7蓝标版和哈佛H7L红标版车型的造型 但二者的尺寸和营造的风格均有所区别 尺寸方面哈佛H7L长宽高分别为4715 1925 1718毫米 采用了五座布局 哈佛H7L长宽高分别为4910 1925 1785毫米 采用了七座布局 而两款色系的轴距均为2850毫米 配置上也采用了再色色系的设计 黑色主色调加银色丝板看上去简洁美观而富有时尚感 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12.3英寸全域介绎表盘 圈景影像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放下盘电加热自动尾门 全景天窗 坡道缓降等 安全配置方面新款哈佛H7L还提供了兵线辅助 受到偏离 车的保持 自信巡航 上升稳定系统等配置 动力方面继续搭载200T发动机 最大功率231马力 风轮有距355牛米 传统系统则换装了由长城自主研发的 7DCT450型七速10双领合变速箱 本次共推出了6款车型 自家推荐为14.2至18万元 对这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东风本田官方发布了全新紧凑型轿车 享誉量产版车型的官图 从官图来看 外观上基本维持了全新领派的轮廓和整体比例 下连采用了与东风本田旗舰车型 Inspire相似的设计语言 黑色格材面板与大尺寸的前保险杆开口 都营造了更强的运动气息 车位保留了全新领派的整体轮廓 不过该车针对尾灯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中央采用了近视贯穿的尾灯 同时其还采用了造型立体的厚保险杠设计 尺寸方面层宽高为4750-1804-1509毫米 轴距2730毫米 类似预计与领派保持高度相似 例如采用对正式的重木台 并用了大量软质皮革覆盖加钢琴漆四条搭配 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 该社将搭载P10A5型1.0T直列三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122马力风扭矩参考领派来看 后卫173牛米 参动系统预计也将匹配6速手动或CVD5级变速箱 该社将于4月10日上市喜欢的可以留意一下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Vg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